HELLO 大家好,今天要分享的就是香蓝业机,也还是叫做板蓝业机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这个频道的话,记得订阅这个频道,还有点击旁边的小铃铛 有新的影片的时候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了 先锅掉姜的表皮,然后清洗干净 然后把姜切小块 剥开小葱头的皮 姜和小葱头都放在搅拌器里面 把香茅清洗干净 香茅的部分并不需要太多,只需要一小段而已 然后把香茅切片 切好的香茅也放在搅拌器里面 加入鱼露,如果没有鱼露的话可以加入生抽 然后加入一块,南乳 接下来加入两大勺的蜜糖 如果没有蜜糖的话可以加入一大勺的白糖 这个时候没有加入酱黄粉,是因为酱黄粉会使这个搅拌器变成黄色 把材料搅拌成糊状 接下来我们处理鸡肉 把鸡肉切成条状或者是小块 鸡肉别切成太大块,也别太小块 切的小块包起来就不好看 切的大块比较难熟 之后把鸡肉放在一个碗里面 再把刚才搅拌好的姜汁倒进去 一起搅拌 这个时候可以加入黄姜粉,然后搅拌均匀 盖上保鲜膜,放进冰橱,冷藏至少4个小时 4个小时之后我们开始包裹鸡肉 像这样子取一片叶子,把鸡肉放在一端,然后把它卷起来 最后插入牙签定型 现在我们要开始炸这个鸡肉 当油煮到开始冒烟的时候 先把火熄灭,然后再把鸡肉放进去 这样可以确保鸡肉炸得比较均匀 之后再开中小火,炸大概4-5分钟左右 时不时翻动一下鸡肉 之后把鸡肉捞起 如果还有鸡肉要炸的话,先把火熄灭 这样可以避免油继续加温 然后把炸好的鸡肉放在厨房纸上 厨房纸能够吸收多余的油分 现在可以准备上菜了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影片,记得点个赞 还有分享给朋友 如果有什么疑问或者什么意见的话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谢谢大家观看,下次再见